就這麼多年還是一直記得那個場面 因為它有四千人的座位 然後在戶外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那個很過癮 放電螢幕很過癮 然後最重要是 五三四很好玩 我覺得有點像基隆 然後那個基隆 基隆 有點像基隆 我覺得基隆可以發展成那個樣子 因為它是山啊 又港口這樣 然後它就每天都很開心 因為每天就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半鍋烤肉啦 人生雞啊 大骨湯啊 非常棒 我本來上次去沒吃到大骨湯 你應該一直覺得這次 你本來都這次入圍了 總算可以去喝大骨湯了 對 結果在台灣吃好了 搖一下這次入圍金馬的一個心情是如何 因為畢竟你第一次演戲 就被大魔王調教成這樣子 來講一下你的感想吧 感覺是我的演藝事業巔峰了 對 跟徐老公玩笑說 哇 這我巔峰了 金馬獎之後 無論有沒有得獎 我好像可以 可以退出演藝圈了 就被他拔頭 不行 錄還很長 要加油 交涉其實而且這個作品上 你有那種 這種想法想說 以後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別的產品出來呢 欸 本來想說如果有破譯的話 就有可能吧 哈哈哈哈 男性哥你覺得 欸 算了 不過金馬入圍十一項 我們那個 可以吸血長流看看 對 說不定我們 今天可以演到那麼久之後 也可以破譯看看 好 聽清楚 孝雪的最佳男主角 是跟 失戰朝鮮的 朱志勳 並列了 這個 來來來 孝雪哥 傳他的感言來 那就麻煩我們製片跟大家練一下 對 而普篩一展 是他人生裡面去過最多值得的演唱 然後很厲害 他因為今年疫情的因素 無法再去一次 那他也覺得韓國現在在 全球影視站的很重要的位置 能夠獲得這個獎項的肯定 他就有另外的榮耀這樣 也希望把這個獎獻給 其實被愛者 劇組 因為這是劇組 台節目一起打 並付出的特殊 我很開心 教學給我可以得獎 然後那個時候 我看到說是尖叫 然後在 很多故事裡面 跑來跑去 然後說 哇好開心喔 有一種 跟好像是自己 得獎一樣 就是獲得了一個驚喜